一拳超人最新画终于更新 但是 但是 但是更新的还是以前的重置内容 在社交平台上春田发布的信息来看 意思应该是 重置版单行本已经画完了 下一画应该会进入194画的内容 也就是Eking正四龙的内容 因为春田在其他社交平台发布的内容是日语 语义也只能积翻 大概理解一下意思 只能说大概率下一画 很可能是Eking正四龙 大家可以稍微期待一下 这一期的重置版主要是讲述了 甜心假面刚开始一件丑陋大总统时候的剧情 丑陋大总统的外观也有了变化 看起来比以前更加的丑陋了 我睡意 喜欢一拳超人的内容 记得关注我的频道 这样你就能第一时间得知一拳超人的最新消息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 一拳超人最新版153画的内容 甜心假面随手一击 就把一个怪人解决掉了 此时的甜心假面手中还拿着一个被解决怪人的头颅 甜心假面从同地那边得知了 敌方有技术人员的存在 所以甜心假面来到了类似实验室的地方 打算破坏这个实验室 甜心假面看了一下时间 好像源自武士通信说 那边还有一个需要救援的孩子 不得不加快进度了 如果拖得太久的话 还有几部电影就要延期拍摄了 甜心假面在实验室观察了一会发生了一个装置 顺手拿起手中怪人的头颅问着 这个是什么装置 只剩下一个头颅还能听见说话吗 到底是怪人真是厉害 怪人头颅显得有些惊恐 这是用来培养从大蛇身上采集怪人细胞的装置 这些细胞拥有能将人怪人化的力量 甜心假面看着这些怪人细胞 这就是传闻中的怪人细胞嘛 这个数量也就是说 不把那个叫做大蛇的东西消灭掉 就很有可能在其他地方再次大量产出这种怪人细胞 甜心假面直接一击破坏了这些生产怪人细胞的器器 瞬间整个房间爆炸 甜心假面带着怪人头颅逃跑了出来 怪人头颅听到了甜心假面刚刚的发言 你想要打倒大蛇大人 你在吃人说闷吧 像你这样的干部就能把你轻松解决 甜心假面很是自信 小菜一碟 无论对手是谁 我都会优雅的取胜 看过前几话重制版的观众应该已经知道了 打败王大蛇的功劳已经落到了King的头上 突然甜心假面身旁出现了一个人影 仿佛是一个怪人的模样 这使得甜心假面吓了一跳 赶忙摆好了架势 谁 定睛一看 原来是一面镜子 在镜子中出现的是假面的帅脸 什么吗 只是一面镜子 甜心假面开始扫手弄姿 看这个发型 看这个白嫩的皮肤 看这六块腹肌 甜心假面是真的帅 估计是女孩子都受不了 努埃斯喜欢甜心假面也在情理之中 什么 你说男孩子也喜欢 这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会有男孩子喜欢身为男人的甜心假面呢 在评论或者弹幕里面打个A 让我看看有多少喜欢甜心假面的男孩子 甜心假面对着镜子摆弄起了刘海 不好 这里刘海乱了 真是太帅了 好多美丽的我 怪人头颅实在是受不了了 你不是很急吗 虽然听说过你是个自恋狂 但是没有想到你居然自恋到这种地步 你这种低劣的怪人是不会懂的 我作为偶像 举手投足 必须非常的注意 甜心假面是多么注意自己的偶像形象 难以想象后面会为了打败怪人 展现自己真实的样貌 这个时候在镜子里面突然出现了无数个丑八怪 甜心假面吓得不心 直接把怪人的头颅丢了出去 砸碎了镜子 怪人也死亡了 甜心假面逃到了角落冷汗直冒 丑陋的大总统出现了 怎么了 明明知道这里是怪人协会的基地 你才来的吧 你那个反应不是被吓过头了吗 甜心假面冷汗直冒轻轻爆起 直接从镜子的角落掉落了下来 完蛋了 最糟糕的对手 这家伙我赢不了 即便是完美无暇被称为帅哥假面的我 也赢不了 丑陋的大总统一脚直接踢飞了甜心假面 我等你好久了 偶像英雄甜心假面 你是我最讨厌的英雄 我们在不同意义上都能引起女人们的尖叫 我要杀了你 就让我好好把外表跟战斗力不可兼得这一事实 用实力来告诉你吧 你这狗屎帅哥 我们来看看新版的丑陋大总统 跟老版的丑陋大总统 你们觉得有什么区别吗 新版的很显然更加的丑陋了 紧接着 大总统无数发的脸打朝着甜心假面攻击 甜心假面疲于抵挡 不敢还击 喂喂 你怎么不动了 我要把你的脸揍到跟我一样丑 然后把你丑陋不堪的脸按到镜子旁边 让你自己好好欣赏欣赏 甜心假面的神情慌张 这家伙好强 毫无疑问 这家伙属于丑怪 偶尔会出现一种丑陋的怪物通称丑怪 因为外表的原因造成了各种社会问题 导致憎恨积蓄 内心被黑暗所吞噬而变成怪人的类型 怪人话后的强度 受到心灵丑恶程度的影响 我赢不了 因为我见到极度丑陋的东西 我的身体就会发抖不能动弹 这一话的篇幅不长 到这里就结束了 主要内容的话 可能就是改变了丑陋大总统的形象 下一话大概率就是194话 Eking正四龙了 大家最期待的剧情也即将到来 记得关注 我是一 喜欢一拳超人的内容 记得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 再见